我是红娘佩佩 你好你好 赵燕辉61岁 离异 现居住地长春市 现在做保洁 月工资2100元 农村四亩地平房六减 去我家吧 在哪啊 在那个102 12公里吧 咋知道我们在这等你呢 我在这租的房子 那你干什么在这租房子呀 那我上班 我骑电动车 冷着了搬车 上啥班啊 打手机车 轻轨保险 行那咱走吧 那咱打个车 行 走吧 赵大哥现在在长春市里 打工做保洁 每个月工资2100元 大哥平时都住在 自己租的房子里 不过见到红娘 还是想带着他 去自己的房子看一看 这就是我的家 这瞅着外面往里 看可挺干净的 那我是干净的意思嘛 大哥多少钱没回来了 一多月了 赵大哥这间房和他哥哥的房子不在一个院里 赵大哥的母亲是由哥哥抚养的 也住在哥哥家 大哥平时一两个月回家一次 所以啊 想去看看母亲 妈呢 睡觉睡着了 大哥你跟阿姨说咱们这是干啥的吗 我说了 昨天打电话了 好 不过单身去打工一天 还得干活 均匀干活 吃饭了走套了 走电源 俗话说得好啊 儿行千里母担忧 儿子在外 最惦记他的就是自己的母亲 赵大哥身边要是能有个伴儿 两个人互相照顾 母亲也能放心血 提起曾经的婚姻 赵大哥也很无奈 赵大哥离婚的时候 他的两个女儿刚上小学 从那时起 大哥就一个人抚养两个女儿长大 为了一家人的生计 赵大哥没少在生意上动脑筋 头三四年吧 就滚弄 开个寿司店 那咱们卖挺活 大礼拜啥都排队 咋学会这个做寿司的呢 那我姑娘跟她去加盟 加盟店 那你在这都干啥 你也做吗 我不做 我的手脚跟不上 没营销女儿快 我姑的服务员 我就给打下手送餐了 管后勤的 店当时开了多大呀 个桂林路呢 就是像小阳台那么大 就像小 小档口 对 小档口 叫住门 都是一年二十多万 我呢是一年 几万块钱 四五万块钱 后有不安 就是让那台湾的小吃 不有台湾小吃 整个美食城吗 就要躺一顶了 能挣个几十万吗 那所以就是经营条件 也不错 嗯 还行 反正也说得过去 赵大哥说 现在呀 日子一天天的变好 女儿都已经成家 亲戚上也没什么负担 平时虽然没啥爱好 但是啊 挺注重穿衣打扮的 大哥 你这大金链子 被我发现了吧 从没多大 没多尺 这是多少颗呀 三十多颗 三十多颗 这多少钱呢 买的时候啊 二百多一颗 八千多吗 八千多 现在能吃一万多 人活一世 你这个喜欢上去买啥嘛 我吃穿 戴 这我都舍得 这都好顺商 我看你真挺多衬衫的 嗯啊 我妈这小花衬衫 这也是你穿的 对呀 挺爱美啊 这衣服应该不便宜吧 嗯啊 这都是牌子 白衣服咱得买牌子啊 这都是牌子 出路安踏 就是李宁 再去钩子 这都是 我的人不像别的老头 仔细 不抽烟也不喝酒 再不穿点衣服 要挣钱干啥 赵大哥领红娘 又转悠转悠自己的小仓库 没想到这里 都堆着一些新的家用电器 这是为啥呢 这是小仓库 你这些咋都是什么马桶洗衣机 我看这边又是 都是新的 这都是新的 没用过 为啥呢 这等到以后能上楼 再用 这都新买的 啥时候要上楼啊 现在等以后占地再说吧 就是以后这块占地 咱就盖上小楼了 那它得个分房子 是已经有信 马上又占了吗 据听说是 那时候这个 后边这屯 今天来年春就占 来年春就占 就剩我们这两个大队了 那一个大队 这一个大队 就剩这两块 冰箱它都没用呢 这冰箱也是新的 这都新的 不没占地呢 现在就占 听说要占地嘛 赶紧上那个超市 买的东西 我们拉不过来 准备 上楼 就是做准备咱们 把体铁量打出来了 对对对 占地是早晚的事 虽然不知道具体 啥时候能站上 但是大哥已经立马为上楼 住新房做准备了 现在就差找个老伴 一起过完后半生 那赵大哥想找个啥样的人呢 我就想找一个实实在在的 跟我一心意的过完后半生 没啥太大要求 我就趁这点工资钱 都随便给他 又要给他 让他随便花 对不对 我乡子的仪 吃的喝的带的 所有人 女人都有的 让他也都有 谈到结婚那天呢 我也娶着风风光光的 对不对 让他亲戚朋友啥看看 这个没白找 要占地了 咱就快都揣着钱了 上海南了 上官邻哪个的 就旅游溜着玩了 是不是俩人开心 咋活 咋高兴咋快乐 就咋活 现在就是生活 对不对 按照赵大哥的要求 虹娘找到了 家住长春市的赵建如 赵大姐 是赵建如大姐吗 哎呀你好白呀 你好我是虹娘佩佩 赵建如57岁丧偶 现居住地长春市 药厂退休 退休金1600元 无妨与姐姐同住 辛苦你们了 你好 咋是高下班啊 我们还没下班呢 那没下班 四点 那咋什么 我一会儿再回来签到啊 几点回来啊 四点多回来就行 四点多回来 那你这临时走了没事啊 没事我跟我们那个小连打说了 大姐在这做啥呀 我就是打扫几个办公室 也就属于保洁 累不累啊 还行不累 当锻炼了嘛 跟最后还可以一起一天很开心的 还有签证 谁不愿意干呢 在一个家待着 谁也想的 外的天挺冷的 就在外头路了 咱们就直接上切场吧 上我姐家去好不好 咱上你姐家呢姐 因为我一直就在我姐家住 我没有房子 咱自己没房子 对 咱自己没房子好不好 行行行 那咱走吧 这天确实挺冷的 赵大姐以前和儿子住在一起 最近才来姐姐家住 这离上班的地方近还挺方便 在车上的时候 赵大姐对红娘说 现在家里人 比她都着急 给她找老伴 这报名 还是他们给报的呢 这就是 哎 请进 你好 你好 这位是 这是我外娘 我老姨 进来吧 进来 我说红娘 配给她 就各伦各的了 我也叫你姐了 行行 刚交在车上 大姐跟我说 她自己都不太着急 找老伴 家就是家里亲 你着急 我家里都挺着急的 就想要我老姨 更幸福一些呗 找一个好 都能对待她一些 到老伴老伴嘛 还是到老伴比较好一点 那你希望老姨找个啥呀 只要对我老姨 真心实意的 就可以 赵大姐说 自己不是特别 着急找老伴 因为除了工作 充实自己的生活以外 经常旅游唱歌 我喜欢唱一壶老旧 我觉得唱这首歌吧 心里特别敞亮 她没十多年了 她活在前吧 不用我做饭 都是她做 我那时候 我连菜我都不会做 她有时就问 老婆你想吃啥呀 完了她就卖了 她就做了 你看我那时候上班 下班 回来 你不用练一下 回来饭菜就做好了 完了早下你就上班 她起来就饶了 饭菜就都做好了 就是我家几盒门 那时候要上我家去 人家说一会儿该吃饭 到今天吃饭 一会儿就给你做出了 一桌的菜 就跟那饭店似的 给你都摆出花样 我还有一点 现在有点时间 她就熬那个米粥 用米粥啥的 可好吃了 我说现在我也不会 我那时候真是感激 我真是最幸福的 一个原则 我一半哦 想起老伴赵大姐满脸的幸福 每天有可口的饭菜 老伴在的时候 生活上不用大姐操心任何事 可是现在一切都变了 曾经的生活也只能是过去时了 未来的路也要有个人陪伴 相互扶持到老 那赵大姐想找个啥样的人呢 我就想找一个个头吧 一米七以上就行 得六十多的 岁数得六十多 今年才五十八 七十来岁这样 还是得都行 六十到七十都能接受 我都能接受 对我好 后半生能幸福 互相能体谅一些 能互相包容一些 对于赵大姐来说 找个对她好的人才是最重要的 红娘安排两个人在赵大哥家里见一面 哎呀 这拎的啥呀 五星买点皮肤 哎呀 我帮你拿 我帮你 五星你现在大老远来了 咋的 空手有点不太好看呢 这位也是 最好的节目 对 我就是一年前我就看 咱们这个节目最起码 老海姓的话就是靠谱 走吧 好了 好了 哎呀妈 这太远了 请找着是吧 你好 你好 这个是我接了 给你接个大姐 然后这个大姐是 大姐的邻居 亚哥你自我介绍吧 我免贵姓赵 那咋的一牙子 那咋的一牙子 一牙子 到我的吧 到你的了 我也免贵姓赵 我是六零年 我印象自己吧 确实是丑得汉口老是不错 一般嘛 面前丑着老 丑着老 丑着老 一年轻 赵大哥虽然觉得赵大姐样貌 不是自己理想的样子 但是对方的外貌 并不是他最看重的 大姐这边呢 对大哥的第一印象非常不错 可是进屋了以后 赵大姐为何却一言不发呢 他来相亲 他都不如画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赵大哥和赵大姐见面 两个人都想对对方再进一步了解一下 大哥热情地请大姐进屋看看 没想到进屋了以后 大姐却一言不发 倒是邻居大姐一直向赵大哥提问 你没有那个双宝 没有 我啥没有 就是自己有点积蓄呗 那都没点积蓄 那地啥呢 反正一年也能出点钱吧 也能出点 出点我种的果树 也没伺候 地不也有支付钱啥呢 一年一千多钱嘛 几少地 没几少地 几分地 就一人地 还有啥啥啥啥啥啥 我没啥啥啥啥啥 我没啥啥啥啥 本来相亲他都不如画呢 我俩平时关于也好是不是 那咱们是比较腼腆 还是说没太相容 所以就不太想看家 不是 不是不想跟他说 也不是不想跟她闹 就觉得头一次在认嘛 确实有点不好意思 刚才大姐不是一直不打说话吗 大哥也行 是没相容我呀 还是不好意思 然后我问大姐了 大姐说是不好意思 没有别的想法 这都能理解 我今天想了说多了 就是哑了 大姐不爱说话 一是因为不好意思 二是邻居大姐替她当军师 把该问的都问了 但是赵大姐也受了邻居大姐的启发 问了大哥一件自己最在意的事 你有没有打算以后 在城里买房子打算吗 那肯定有 我不想跟这儿待着 那你是咋打算呢 就是到这里 准备什么时候买房子了 咋打算 我这块得占到地 占到地有钱了 或者给房子之后不合适 得上市里 想到那儿吧 就跟他买 像北湖了 喀伦湖了 哪儿买都可以 搁哪儿买都可以 就到时候如果这个房子起楼了 咱可以把这房子卖了 对对对 那都可以 他说不卖下了钱了 给购买房子了 他想是这么想的 说到市里买房了 那以后他就是不买了 咋还能说 我就因为你购买房 我走了 那咱走一家出一家 太不容易了 你也不知道这地啥什么的 对对对 是不是 那也不到多少年 反正这种情况吧 就是四周 前后左右都占了 就成了一个小孤岛 也不是政府留的 也不是 我们这儿还贵酒台馆 也不是 人有的就是 前后院都占了 他这个院还没占 这么情况也有 对对对 也有 是 还想说一句 又要去占 这儿没嘴 对 还想十年八年 面对眼前 气质有加的赵大姐 赵大哥并不想因为 此时没有楼房的事 就让这段缘分了断 这时他提到了 另一个办法 看看大姐能否接受 就像那个小区租房子 也可以 一切费用 就都是我的事 在市里租房子吧 我总觉得 还像是没个家 这我能理解 今天上这租 明天上那租 因为反正我有这种感觉 原家就是我上班 那时候 这边的单位进 我就在这儿搭住 我每搬一次家 我就心里吧 就一个月两个月 我过不来那个劲 就心里就有一种 压抑憋屈的感觉 我还都没有家 主要就差点房子 其实这也是吧 咱说心里话 这也许真不错 这样就活着 那假如大哥现在有房子的话呢 那就可以处处 再互相再了解了解 是不是 多可惜啊 我就先就帮你当大哥 咱做个朋友吧 那行 是不是 你看看 这多可惜啊 俩儿差一点就牵手成功了 其实赵大姐 对大哥的印象 还真是不错 无论是样貌 还是说话举止 都挺相忠的 就差在大哥眼下 没楼房这事上了 赵大哥也说了 这村里啥时候占地啊 还真是说不准的事 所以呢 俩儿这亲 也就相到这儿了 那接下来呢 红娘又找到了 现在在长春居住的 虞书文 虞大姐 是余大姐吗 你好 我是红娘佩佩 虞书文 54岁 黎毅 现居住地 长春市 老家德惠市 设保1700元 无房 咱家在哪啊 在附近 在这啊 离这远不 不远 就这种了就是啊 这屋是 这屋是你屋 对 这屋是我屋 这屋是我和那姐们 租的茶间 租的房 我家是在德惠 不在本地 那啥时候过来住的呀 我昨天过来的 昨天才住啊 对 这房子是才住啊 才住 那你说今天挺匆忙的 都不想要你们来了 这屋我都赶紧收拾 赶紧收拾 收拾 收拾 哎呦 早上先擦的地 昨晚又擦的 我没请你们来的这么快 之前这块可脏了 我就早上擦一遍 昨天晚上擦一遍 完了我又买消毒液 完了又消消毒 我就闻着 我们都闻着 这股消毒水 是 那你这些衣服 啥都拿回来了吗 没有 就这几件 就这几件啊 就这几件衣服 我退休了 在德惠大驱救场 我就是普通工人 包装的工人 特别还上长春来了 还采过来 上长春 也是生活吧 衣服 于大姐是德惠人 最近才来长春 想找份家政的工作 房子啊也是刚刚租下来的 大姐对红娘无奈的说 以前她也是有房的 条件也不错 还做了生意 没想到最后却破产了 老妹别看我现在住这个房子 以前我自己也有房子 有房 对 我做生意了 19年 8月份 我跟我儿子开个大型烧烤店 在德惠 多大呀 将近400平 楼上楼下 反正疫情期间呢 反正就是赔钱了 那赔多少 这是 赔7百10万 赔那么多 他那个房子大 整那儿楼上楼下 新装修的 装修就花了什么 那你们开了多长时间呢 开了今年 4月份兑出去的 一直不好 这不疫情吗 对呀 好来我说兑出去的 我说也没办法 兑出去这赔这么多钱 我有房子就要卖了 这赔的没办法 我说还还还几乎吧 还还几乎 我说出来打工吧 来 来 欠的这些几乎还上了吗 嗯 钱都还上了 我卖一个楼 把你自己楼上楼 对了 然后来我家 我儿子他爸给他卖个楼 他爸又给拿点钱 我也给拿点钱 嗯 就还上了 那你那个饥荒 以前就还上了 为啥还出来打工呢 就正好咱还有退休金 在德惠 这个消费水平还不那么高 去享福呗 我现在这是 赶赶年岁大了 挣点钱以后也防老啊 干老 是儿子能管 但是他们必定有他们的家庭生活 这些心有力不足 现在孩子都是双亲 是不是 我心 我这除了现在还能干 能挣就挣点 以后减少他们的就是负担 虽然最后的钱都填补上了 但也让余大姐陷入困境 余大姐说 事儿已经过去了 这点风浪并不会打垮她 因为在她人生中 经历最大的打击 就是当初丈夫的背叛 我是黎姨的 今天黎姨 19年了 无家出柜了 一周一周不回家 开始是赵小姐 后来就跟 有一个他们单位的人 跟她在一起 晚上睡不着觉 你说饭吃不去 真相就是精神崩溃了那种感觉 有时候睡不着觉 我都出去走去 晚上走了以后 好像是要累了 回来还能睡一觉 完了也睡两三个二时 完了再就没有觉了 就想这些事儿 能不想吗 还那么笑 后来越想也不行 好像是 就好像是心里都有 这伤力太深 都有隔阂了 过不到一起去了 余大姐和前夫离婚 已经19年了 再说起那时候的事儿 大姐虽然可以云淡风轻地讲出来 但是心里的伤疤 也永远不会愈合 余大姐说 她相信这个世界上 还是有好男人的 也一定会遇到那个 可以陪伴她后半生的人 找个谁啊 这件 年品好 不能喝大酒 这个戏言我挺反对的 在这年岁好像 大个四五岁也可以 六十左右 我不知道比我小 为啥不少比你小 觉得好像就没有安全感了 第二次相亲 赵大哥说 也别往农村老家折腾了 直接带着大姐来她租的这个房子吧 就这样 红娘带着余大姐前往赵大哥家 你好请 冷不冷 还行 我姓赵 你好 我姓鱼 挺好 这个挺好 在我心目中 我就是能领得出手 妈妈 天爷唱了 在我心目中 你六十一岁这么老吗 看眼睛有点老 头有点白 你小鼻子小眼睛的 我们三个单位的同志 盒子住屋的 约一千块钱 他三百多钱 便宜 这个市里说约一千五下不来 过日子不可能总租房子 他最近年岁的是不是 对房子这块也是个问题 那了解一会儿 了解 了解 那屋有点睡觉 那屋有个叶板 这屋 这屋是不是挺干净 做菜好不好吃 好吃 大厨 大厨厨生 大厨呢 以后做法都不用了 等到两人走到一起了 跟媳妇就直到糖热了 都上一天班 也挺累的 是不是 我应大难应 多干点 没有问题 那你其实就是 小龙太太这么说的 对 挺温馨的 假如说他上班了 我在家我也可以做 是不是 我是54周岁 行 我67年生 我60年 60年 今年60亿 年龄还可以 比我大六岁 体格健壮 喜欢锻炼 有 养花养鸟 这都是我最爱好 其实挺开朗的 也是吧 你给大家打个分吧 100分满 打多少 打99 99 打99 哎呦 别打了 那一分差哪了 一分 盐都得有趣 有点趣有点 能为趣有点 给对方留了一点空间 对 对 打不过来给你打99分 打99分 打那么高分 一分差哪 对 没有 没有 人家可没闲呢 都得再了解了解了解 赵大哥对于大姐一见钟情 尽管还没有太多了解 但是也给大姐打出了99的高分 这坐下来又是紧张又是脸红的 俩人又会发生什么事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两个人这一见面呢 赵大哥对于大姐别提多相忠了 也不好意思看眼前的这位女士 小鹿在心里啊 那就要一个乱状啊 你再一直不守大姐说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我这手都在吐 手都在吐 吐不住 没见过女人 没见过女人 没去接受我 没接受我女人 你家在哪儿时候 我家在德会 我那时起岁就在德会大区区上参加工作 参加工作挺早的 那你现在有工作呀 我退休了都 在大区区 退休挺早的 50周岁退休 老板开多钱呢 开的少不到2000块钱 那挺好 在哪儿上班还是呢 在那个清轨 就是也是一种保铁 那一月工资多少了 一月2200 就是为了清闲嘛 不相了解的 他那边就是 就是临时工嘛是不是啊 你家有地是不是 那有点地不多 一个人的地 四五地 那我家孩子都没赶上 坟地都没赶上 这不四周都占了 就剩我家那小孤岛了 一年那收入多少钱呢 一年也就是三十多块钱吧 反正养活你是背乎的 是 收入三千多块钱 不是说吗 那你说就是什么费吧 是 也对 找着过人就够吃够喝就行吧 行吗 反正我家就这种情况 你要想着我呢 穿的带的吃的 这别的女人以后你都能想着 要谈到结婚那天呢 我得让你疯疯疯疯疯的 对吧 等到以后站了 咱们愿跟哪儿买房就上德辉买房的 我哪个随心顶着媳妇 还行上海南买房 这都没有大理 你说有钱 要跟哪儿过去过呢 哪儿买开心 就跟哪儿过去 证议我就证议 我的人比较随着 就站那啥年头呢 哪年能站呢 就是这这几样的 硬件 硬件条件都不占 有时候人家没有房啊 租房 很多人有地 还没有工作啊 对赵大哥的硬件条件 余大姐并不能接受 大哥也很无奈呀 不知道到底啥时候能站上地 住上楼房 能给对方一个满意的答案 你看你啥意思 就是说这些事吧 都好吧 都好解决 就是相不相同我的影 差一点 差点眼儿 差那么一点点 再一个也差这个房子 租房子